确定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Message的部分 接下来呢 下面6的部分 也是这一题 最容易有问题的 就是说呢 做出来一定要像 这个地方有个参考解答 我们来看一下 参考解答里面的话呢 就是 它要我们做出来的样子 就是类似像 其实就是表格里面 你们那个题目里面有个表格 那个表格里面做出来的样子 就是这个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地方 也可以用跑马灯来 也可以飞进来 反正会动就可以 那这个地方底下有个 这个所谓的流言板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出来的呢 特别注意哦 这里呢 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 先做一个表格给它 所以呢 你要知道说 这个表格大概是几篮几裂 有没有 这边几篮几裂呢 一篮两篮 有没有 特别注意哦 篮跟列要搞清楚 篮是重的 列是狠的 两篮 一二三四五六 六列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个 这个地方 两篮六列 表格 插入表格 选择两篮六列 然后对齐方式 至终也好 不至终也可以啦 预设就好了 宽度的话呢 它也没指定 100也可以啦 其实我是觉得80比较刚刚好 然后呢 框线有没有呢 框线在那个题目里面是要有的 要有的 那这个有没有 其实按照它这个规定呢 这个表格有没有 就有框线 所以要有 六列 两篮 指定宽度 我觉得大概用80就差不多了 框线用1 按一个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框线好像比要的还要 好像变两条框线 所以你这个地方 再加入这个表格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两篮六列 然后这个不要 这个80好了 那框线1 另外的话呢 这个地方 储存格与边框的距离 把它设为0 这两个都为0 就对 储存格的间距 这两个都0 如果你做出来按确定 框线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一个样子 不会有刚刚那种 有没有 框线 好像变两条线的一个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记得是 这个地方 0 0 就可以了 其实你不设定 到时候做出来也是一样 应该不会扣分的 不过感觉上这样会比较漂亮一点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分别 就是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名称把它输入上去 姓名的 姓名的 姓别的 没有 姓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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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